拿了又放放了又拿子仔細細挑好雞蛋 放上磅秤一秤 時代是太貴了 但價長翻天婆婆媽媽最有感 玩來甚至還買不到 貴了四五塊 一般人接受價三四十塊 我現在五十三 比較貴啊 一倍吧 受到情流感的影響近期缺雞嚴重 再加上春節後雞蛋本來就供不應求 每天的雞蛋缺口高達了四百六十萬顆 那根據老闆的描述呢 其實以往白蛋一斤的價格是落在三四十塊錢 但我們這六日實際走訪呢 今天一斤的零售已經來到了五十三塊 情緒二月三號中央處產會議 就有召集蛋農及蛋商了解事況 基農與蛋商原本協調好六日 每台金漲價三元 基農們五日中午收到漲價休息 才高興一個多小時 沒想到四點多竟然又收到漲價取消的通知 基農們情緒瞬間炸開了鍋 賣一箱等於就有賠啊 就賠多賠少都在賠錢白蛋 一箱都有賠個幾十塊這樣子 因為它穩定是說對消費者有啦 但是在像我們這種中盤 幾乎是大家都在白蛋都在賠錢 對此農委會也回應 雞蛋價格波動是由產銷 雙方依照市場機制決定 未來蛋價是否進一步變動 還是得經過協商正式爆價 國內缺蛋危機沒完沒了 環宇新聞令波和張雅筑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要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我們在這 Stay Sweet 我們賠償了這個 雞蛋 е別的 繼續